好 今天的主题是弥赛亚掌权的荣耀 那我们刚才读的是第72篇 那72篇跟127篇两篇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诗歌 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去看127 那在72里面有很多是以他的个人的生活为背景 那这篇是整个旧约来说是一个给我们一个 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全貌 一些神的一些特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今天的主旨是我们要求神在全地掌权 那我们会以两个部分来看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把这一卷 这一篇诗篇看两遍 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来看 所罗门的掌权 所以他以公义掌权 请我们再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 请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 按公义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三小三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申冤 拯救穷乏之辈 压岁那欺压之 所以在第二十节有讲到 说耶稀的儿子大卫的祈祷文弊 但是其实这一篇是索罗门所写的 但是后来就是人把诗篇把它整合起来的时候这样子写 因为绝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 那在第三节啊有讲到大三小三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那在以赛亚书啊有讲到说公义的果孝必是平安 公义的孝宴必是平稳 那索罗门他求神让他能够做公义的掌权跟判断 他是生下来就是王 但是在以色列国中有许多的人是生下来是贫穷的或者不重视的 像这样子的人是不会被一般的王所重视的 他们的权益是大大受损的 但是索罗门王他的祷告却是不一样 那我们知道说他在登基之前他曾经跟神祷告 他说我仆人啊你仆人 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然后他又跟神求智慧 为了要可以判断神的名或者说在他国家的名 在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 对着地下 对台 sorry 好 十三节讲到说 神回应他说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必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 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拟的 所以如果索罗门王他有求智慧的话 就是要有智慧他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公义的判断 那同样的神也要全天下掌权的王都以公义来掌权 譬如说提摩太前书讲到说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那接着索罗门他的祷告是以平安掌权 我们来读五到七节 请 太阳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已歌的草地上 如甘霖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所以太阳跟月亮长存 他们是在亚当之前就被造了 到了索罗门的时代 月亮还在 在我们这个时候月亮也还在 所以他们存留了许多的世代 所以索罗门王他是求说 在未来世代的人呢 要敬畏神 或者说弥赛亚 那这里的第六节讲到说歌草 就像牧草一样割下来可以喂马或者是喂牛等等的动物 那这里所讲到的是在割完之后又有下雨 这个雨是指着很大的雨 磅头大雨 那雨水跟自来水是不一样的 雨水是很有营养的 就是有蛋之类的 所以植物可以长得很快 在生命记有讲到 类似的词汇 讲到说神的言语要低落如露 好之后呢 那所罗门王的祷告呢 有得到神的回答 所罗门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者 那所罗门在掌权的期限之内呢 世境都平安 个人都在自己的无法果下安然居住 代表着平安 那这是他掌权的时候的领域 那在北边就是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讲到说大河 大河就是诱巴拉底河 就是巴比伦的那边的河的上游 非常的长 那南边是到接近埃及 那菲利士帝也在他们的境内 所以下一点讲到说 所罗门以能力掌权 我们再来读八到十一节请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必要填土 哈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 士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所以在进到迦南之前 已经有讲到了 说红海直到菲利士海 又从旷野直到大河 神要把那些地交给他们 后来在所罗门执政之后 就是有诸国的国家 他们把就是去朝贡 所罗门 这里讲到说大河到菲利士帝 还有埃及的边界 那因为刚才讲到说有哪些国家 包括塔斯 塔斯可能就是西班牙 海岛就是地中海 沿海的岛屿 还有讲到士巴 我们知道士巴女王 那士巴可能是阿拉伯一带 或者是叶门 那西班可能是北非 或者是苏丹 所以当时所罗门 他得到的金子有非常多 有每年有666 哈连德 所以其他的经文 也记载着所罗门 他掌权的时候 各国带很多的贡物 然后金银都非常多 银子都不算什么 多得如石头一样 然后有很多的马 还有马车 也是从外国进口的 那接着我们看到 所罗门以连续掌权 我们再读12到15节 请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 欺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 看为宝贵 他们要存活 士巴的金子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 之后 在所罗门 执政的时候 讲到说他的掌权 就是两个妇人把小孩子带去 他们争承择那个妇人 那个小孩子是他的 但是他是以智慧掌权 以公益掌权 从这个方面 应该也是可以说是连续 同时并存 所以神顾念 受欺压的跟弱势的 他们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宝贵 那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 是不是对这些人也有连续的心呢 接着我们看到是 所罗门以父族掌权 我们再读16到17 请 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所觉的古时也要响动 如历巴嫩的树木 要发望 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又称他有福 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不是讲 所罗门他自己 但是我们先以物质层面来讲 这里是讲到说 全地充满了五谷 甚至长到了山顶上 平地 不只平地还有山上 那这些谷物的果实 就是说像麦子 就是麦粒 麦穗 在风吹过之后 沙沙沙沙的响声 很大声 就像树林 被巨大的风 所吹动的一样 响声很大 所以当食物增多的时候 人口就增多 就像草一样快速的生长 那之后有记载到 所罗门王他的人民 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他还有很多的积货城 很多的仓库 存放着粮食 那这边讲到说 所罗门求神荣耀的掌权 我们来读18到20请 独行其事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们阿们阿们 耶稀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好在其他的经节有讲到神是至圣至荣 或者说讲到遍地要被他的荣耀所充满 以及宋战 神到永永远远 他最后以阿们阿们来结束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们从弥赛亚的角度来看 第一节 我们就不重复念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列王纪上 讲到神跟所罗门说 你若效法你赴大卫 结果就是 会有人继续坐在大卫的座位上 当然就不是人 人不可能永远掌权 只有弥赛亚或者耶稣基督 才能够永远掌权 所以基本上说 来说就是所罗门的掌权 但是是预期未来弥赛亚的掌权 那我们来读 这几节耶利米书请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不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意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 我们十一 好 那接着我们再读 西伯来书 请 论道指说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 所以在第一节我们刚才讲到说 讲到说王的儿子 那耶稣基督他生下来就是王 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 彼拉多问他的话说你是王吗 耶稣跟他回答说 好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所以耶稣基督他生下来就是王 那在看完所罗门的掌权之后 我们可以想像帮助我们了解未来弥赛亚的掌权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但伊里书跟启示录有讲到说 因为我们讲到千禧年国度是在地上 但是耶稣基督带着众天使下来或者是 教会下来之前在天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赞美 在启示录这边讲到说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那但伊里书讲到说就是驾着天云而来 然后下到地上来 十四节讲到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权柄是永远的 好 那在诗篇七十二篇第二节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弥赛亚君王他要按着公义审判 公义是神的属性之一 那弥赛亚他的审判不是向人会训人看人的情面 他的当王是以公义跟连续来掌权的 在八十五篇讲到说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所以这首诗是盼望着按着公义 希望有平安的果实 所以在大山或者是丘陵 就是都有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是大大的平安 是过于人所能够理解的 接着在以赛亚书有讲到说耶稀的本 讲到大卫的后裔 那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三节讲到说行审判不凭眼见 判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人一般就是没有无正无据的判断 一些法官也不是很公平 道听徒说 但是弥赛亚却是不一样 第四节说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事上的谦卑人 甚至就是审判世界 用他口中的话 那对于我们的应用来说 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 有没有神的公义 是不是有相信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个人的罪死 埋葬复活 而得到神的公义 就是被称为义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知道说在当今的许多社会当中 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 那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跟做法呢 第二小点讲到 弥赛亚以平安掌权 第五节到第七节 或第六节这边 所罗门他特别以 月亮太阳的 继续的存在形式 讲到他们有不灭的荣光 那其实真正 不灭的荣光是更大的 是弥赛亚 他有永远的荣耀 就像新约讲到说 耶稣基督是真光 所以弥赛亚他快要降临 就是耶稣基督快要再来 再来来到地上以公义掌权 所以他掌权呢会使人 爽快就像在这边讲到的一样 必像雨降在这个地上 就是滋润全地 所以一个正直的执掌 掌权者能够使公义 在这个地上 而且地也是大大的富足 好 撒末尔记有讲到说 大卫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在第三节讲到说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 敬畏神 执掌权柄 他必像日出的沉光 如无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 使地发生嫩草 所以这个是平行经文 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 七十二篇第五 第六节 是平行经文 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说 强调说割过了草 然后就是 受到刺激发芽 来比喻 讲到人民的增多 讲到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可以求神 我们的祷告是求神 让人敬畏神 还有教会的被提 以及与主再来 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就是人要先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的人 也要过敬虔的生活 第七节讲到 一人要发望大有平安 那所以这个是 有个人的平安 也有社会 以及国际之间的平安 所以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是 在千禧年国度才是真正的和平 在以赛亚书有讲到说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所以地上有大大的平安 那在今天我们的平安是什么 心里的平安 属天的平安 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 就是透过住在我们的 里面的圣灵所给我们的 第三个 弥赛亚以能力掌权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第十节讲到说 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所以他的国界 是远超世界的边界 就是全世界都是耶稣基督所在掌管的 那在撒加利亚第十四章 十七节讲到说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的 必无语降在他们的地上 所以神他也就是透过气候来审判那些不敬拜他的 不去奉献给他的 在诗篇七十二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讲到他们的奉献 以及诸王都要填土 说仇敌必要填土 填土这个字原本的意思 就是放在其他文章是讲到公牛的田草 吃草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 一个象征 象征是完全的被打败 就像新约其他地方讲到说 万妻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不管远近的王 没有一个例外 通通都要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敬拜他 在以赛亚书 我们来读他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向列国举手 向万民树立大旗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 你的众女肩上扛来 列王必做你的养父 王后必做你的乳母 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 并舔你脚上的尘土 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等候我的必不自羞愧 所以以色列会复兴 那弥赛亚会打败列国 那列王必谦卑地去到弥赛亚面前 但是在今天呢 我们是不是谦卑的敬拜主呢 有没有完全的降伏在他的权柄之下呢 我们有没有奉献 有没有把我们最好的给他 我们的对他的侍奉 是不是真心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来 也是要像那些列邦的人一样 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敞开的 接着我们又看到 弥赛亚以连续掌权 弥赛亚是救赎主 所以那些困苦或者是被压榨的人 现在是如此 但是到那日 就是没有社会政治宗教上面的压迫 将会有完美的社会公益的实现 在今天是不可能 但是在未来是绝对可能的 在诗篇116篇也讲到说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那这位王不只是王 他还是救赎主 所以不管是谁对他来说 其实都是宝贵的 所以他会以能力来拯救他们 那拯救不只是肉体的拯救 他更要以福音来拯救 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 人所要相信的 还是跟我们相信 今天相信的一样 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那在今天我们也要看到 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心灵穷乏的 没有人帮助的 但是我们有这位救赎主 我们相信他的话 我们也应该要活出基督的形象 是对人有连续的 第二小点讲到说 跳到这里 人要终日称颂弥赛亚 在以赛亚书我们来读这一节 请 成群的骆驼 并米垫和乙法的独风陀 必遮满你 世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又要奉上黄金鲁香 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 他是全地的掌权 就是基于他为人人藏了死位的这个事实 他掌管世人 因为他把自己给了世人 所以他配得众人的顺服跟赞美 他对一切都有完全的权柄 在国度当中呢 我们要称颂他一千年 那我们知道事实如此 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是怎么样 有没有常常祷告呢 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 第五个 弥赛亚以副主掌权 人要因弥赛亚蒙福 所以在十六节 这边讲到的这些盼望 还有以上的这些 会在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会应验 那经济 他们的经济会复苏 也会一无所缺 所以在那一年一千年当中呢 农夫们都会很忙 需要 会需要很多的工人 就像在其他的经文讲到说 合场必满了麦子 然后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非常的忙碌 跟一般的现在的气候不一样 所以气候会大大的改变 所以植物生长的时间也不一样 就非常的 量 很大的量产 第二小点讲到说 人要因弥赛亚他自己蒙福 那大君王 弥赛亚的千禧年国度当中呢 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他的名要永远的流传 在腓立比书我们来读 请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基 不屈欺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这是腓立比书 在他的前文是讲到说 耶稣基督的谦卑 讲到说他谦卑 然后死了复活升天 但是这几节 我们所讲到的事情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 所以什么时候应验 就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 会被应验 在诗篇 我们来读八十九篇 请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我绝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 如日之恒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所以这是讲到大卫的后裔 弥赛亚将永远的掌权 那人们会向弥赛亚求农业上的富足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人要因弥赛亚本身而蒙福 刚才我们看到第七十二篇的第十九节下半段讲到说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为有福 那早在过去 神对亚伯拉罕宝应许的时候就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亚伯拉罕他没有成为大国 但是他后来的国家 以色列事由比较大 但是还不够大 第三节讲到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但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就是必须要 成为万民中的光 引人归向耶和华神 但是他们做的怎么样呢 我们自己都很清楚 那到了耶稣基督 要来到世上之前 玛利亚他的诗歌讲到说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所指的就是 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会想到他 但是真正的福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他是一切的祝福的源头 所以我们有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 第六点 所以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的荣耀 因着他所行的歧视 跟公义的掌权 人们会赞美他 全世界的人都会同心合意的 敬拜父跟弥赛亚 那撒加利亚书 我们来读 有耶和华的恩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那些日子 在末世的时候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的那个期间的时候 列国的人如果他们不敬拜神的话 行恶的话 神会降下天灾来刑罚他们 所以他们要来朝贡去到耶路撒冷 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 当然到未来的时候会有地形地貌的完全的大大的改变 所以他们大家都要去那边朝见神 因为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虽然是在未来的事情 全地要送赞耶和华的名 但是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要领人归主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弥赛亚荣耀的掌权的荣耀 或者荣耀的掌权 我们主旨讲到说 我们要求主在全地掌权 我们看到了 所罗门他以公义 平安能力连续富足来掌权 那我们看到弥赛亚的掌权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祷告 当今的各国的领袖都能够以公义的来掌权执政 并且是连续的 弥赛亚的公义的掌权 我们看到这是公义是神的属性 那耶稣在登山保训里面也讲到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我们要相信福音而得到神的公义 也活出公义的生活 以及弥赛亚以平安掌权 所罗门王的名字是平安者 但是真正的完全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他是平安公义的王 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有这个平安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得到圣灵 未来弥赛亚是以能力掌权 我们就不再重复 第四点讲到他是救赎主 他是迷失的人跟穷罚的人的帮助 他们需要有耶稣基督为救赎主 登山保训里面也讲到说 连续的人有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以及讲到其他很多的 还有以富足掌权 我们大家也都要因着弥赛亚他本身而蒙福 第六讲到荣耀的掌权 好所以这一些是所罗门王的祷告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祷告呢 我想是的 因为这是讲到未来千禧年的国度的祷告 那其实耶稣基督也有教导门徒们祷告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再把这个主导文来读一遍 请 所以你们要祷告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追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所以这是 这好像又进到另一篇讯息 但是其实 在我们被主导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是求 有未来的事情 还有 现在的事情 还有 神国度的事情 以及我们个人的事情 比如说 你看第九节 讲到说 愿人都追你的名为圣 就是讲到 人能够敬畏神 像所罗门是如此的祷告 那在十一节讲到说 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所罗门的祷告是怎么样 是富足 对不对 这些雨水 滋润遍地 然后有很多的粮食 那神 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在未来更是大大的供应 十二节讲到说 免了我们的债 讲到连续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那二者 二者就是撒旦魔鬼 魔鬼 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 神以他的能力 把他捆绑 所以撒旦的 影响 在一千年当中 的影响非常的小 所以人可以大大的 荣耀神 敬拜神 那希望 这篇诗篇是帮助我们 更加的理解到 未来的事情 并且帮助我们能够 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现在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透过诗篇第七十二篇 我们看到未来的光景 未来的图画 当弥赛亚从地上 从天上带领着教会 就是我们 来到地上掌权的时候 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到处是充满了和平 公义 以及许许多多属神的特质 因为 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掌权 我们也 与你 作王一千年 就像使徒们一样 来侍奉你 来做一些 事情 也引领 一些不认识你的人 能够去到你的面前 在国度当中 还有许多的人会出生 但是他们 不是生下来就是信徒 他们还是需要去到你的面前 来认识你 主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 你宝贵的应许 以及荣耀的盼望 愿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 也能够潜藏 这些滋味 也知道怎么样来 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能够容神义人 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也让我们能够 不住的祷告 把这些事情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为首位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